作为一个学神学的人 应该养成一些什么好的习惯呢 我称学神学的人为神学人 不论你是一名神学生 或是自己要更多的学习神学 你都是一个神学人 就好像我之前有说过 其实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是一个神学人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神学人的五个习惯 第一,要熟读圣经 如果我们的信仰 我们的神学是建立在圣经的真理上面 当然就是要熟读圣经 但是熟读圣经 不单是要知道圣经哪里说了一些什么 而是要正确地来去解释经文 并且对圣经整体有清楚的概念 第二,要有阅读的习惯 神学院的老师们要求学生读很多的书 不是为了要折磨他们 而是要他们养成阅读的习惯 好书的作者们花了很多的心血 并且一生的研究 把他们所学的写在书里面 我们用一千分之一甚至一万分之一的时间 就可以获得这些的精华 是非常值得的 不愿意看书的人几乎不可能学好神学 多读书非常的重要 但是有一句话说 尽信书不如无书 所以神学院第三个要养成的 是批判的习惯 批判也许听起来有点难听 其实就是分辨的能力 所谓批判就是尖锐地去察觉 一句话,一个论调,一种观点 是否有不正确的地方 以致我们不会随便的跟风 随便接受一些是是而非的道理 但是,如果我们只会批判 就会变成很负面,很狭窄 神学院第四个要养成的习惯 就是要有一个开放的胸怀 这跟批判是互相平衡的 用一句英文的话来说 就是Be critical, but open minded 我们不要变成心胸狭隘的人 不愿意接受新的观点,新的想法 我们有限的头脑 很容易就会忽略一些的事情 这就是为什么要多看书 学到一些自己 从来没有考虑过的一些的层面 批判的习惯加上开放的胸怀 会使我们有更广阔的眼界 更深入的思想 对人,对事,对信仰有更成熟的态度 最后,我们要有反思的习惯 常常检验自己的思想、信念 有没有偏见,有没有盲点 更重要的是检验自己心底里面的动机到底是什么 在神面前千倍地承认自己的有限 自己的不足 求圣灵光照我们自己没有察觉到的一些的问题 神学人的五个习惯 熟读圣经 多看书 会批判 心胸广 常常自我反省 鼓励你 养成这些人的习惯 一定会有很大的成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